hello大家好我是ho 春节还以为未尽 元宵节却逐步逼近 我最近得了一种病 不吃诺基基会要我命 这一次我买了20款汤圆 我这辈子都吃了这么全 我等着你们再推荐 但我不会买了 再买我爸妈跟我说再见 我是本次汤圆大赛的主持人 韩桃 这次比赛分为两个赛道 黑芝麻线和除了黑芝麻线 秉承着公平公正的原则 以长胖为目标 发掘出汤圆界的兴起之秀 到现在比赛正式开始 第一个出场的是 是以做月食典型闻名的 广州酒家的花生汤圆和流沙汤圆 跟他屁股后面出场的是 桂冠的鲜肉汤圆 有点难买 但是看别人推荐的 大潮道的黄米盖奶口味汤圆 以兴起的口味赢得了裁判的注目 并且把他的兴起黑糖波波汤圆 也带进来了 穿金带银的这个包装 相较之下 优先的蒜奶口味汤圆的包装 过于的淳朴 然后我挤出来的时候 那个汤圆飞了 在锅里的时候 你们已经看到 那个大黄汤圆的个头是最大的 优先的蒜奶口味汤圆的个头是最小 但煮出来的时候 其实个头差不了太多 好的 第一波出场的六味嘉丽 喜欢他们的话 请分别为他们投票 我吃到哪个你们投哪 先吃这个万众期待的大黄 甜甜的奶白色的流线 配合着这个没有味道的外皮 显得就不是很甜腻了 大黄里面的这个 看像融化的白巧克力 它这个馅子甜度还是挺高 我脖皮虽然偏一点厚 但吃前很弱 这是肉汤圆 我之前吃过肉汤圆 我个人吃不太习惯的 我还是在这边吃甜口的 它这皮子特别有韧景 同理我也吃不惯菜汤圆 什么萝卜丝团子 我都吃不惯 当年去上海吃了一次肉汤圆 那个记忆真太让我深刻了 还好 但我个人还是不是很喜欢 它就特别像这种小龙汤包 把那个汤包皮给换成元宵皮了 来吧 与我田党决议死战 下面尝的是黑糖波波口味的 第一口吃的时候 没尝试它黑在哪 波在哪 就很疑惑 它真的有波波 就是浅波了一下 浅波了一下 个人是更喜欢盖奶口味的 这种黑糖的甜 里外还有一点点这种特有的苦味 前调是甜味 后调是苦味 是不是蛮牛的 酸奶口味 哎 有点神奇 有点惊喜 这个酸奶口味的 其实它更像乳酸菌 好像做像固体一样 像奶帽 内蒙古人正好会吃啊 完全占领我的这个零食的主页 蛋黄流沙汤圆 不知道这是白冷的还是什么 它是咸蛋黄 并没有那种突吃一下流出来 浅流了一下浅流了一下 网州的小点心水准一贯在线 就跟那个流沙包一样的感觉 嗯 它做的还蛮好吃的 你看像这个耐水的茶 或者喜茶欧包里面那种 咸蛋黄流沙 哦 花生的 我这味道好香啊 被提了起来的那一刻 我的内心是恐惧的 它里面的花生是 花生碎水 然后揉着那种白砂糖的颗粒 吃汤圆就得吃花生和芝麻的 统一的扣个1 真好吃 虽然在最后一个已经放凉了 看了前一天的比赛 后面的选手揍不住了 表示盘桃没有见过世面 还有更好吃 这是来自于红跑车的胖汤圆 一共有5个口味啊 后面给大家一一介绍 这个是重磅嘉宾好力来的汤圆 有澳桥口味的 它不给你 这就是这样的 雅主吧 可是我也能做得出 这就是今天 来自于红跑车画的 在时间的 给你 试捕 我 以后 知道 和你 能够 的 这就是 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不确定我这包推荐的 味道滋浓 榴莲的 天哪 前面都是我弟弟 果肉 我们一丝也柳的 榴莲的 赶紧冲 不得不说榴莲牛还是很牛的 有种不过的 而且发现这皮子正好处于一种 僵破不破的状态 再煮就糊了 这个是好厉害的花生馅 哎呀 跟前面的胖腾鱼比 它真的是娇小了好多 漏了精华 它这个花生就是花生糊糊 没有花生颗粒在里面 好厉害的 奥乔口味的 黑妥妥 皮子馅 已经不分你我了 你们这奥尼奥味道还是挺浓的 嗯 但是这个 吃起来它也不是糊状 它甚至有点像那种 布朗尼的口感 还是满配样固体的状态 它就像把奥尼奥的奥 给揉碎以后 做成那个馅 这又是一个重磅炸弹了 嗯 好扎实啊 这个铺铺 我的天哪 你看 吃过有点贵以外 没有毛病 真的 这才是巧克力熔岩的一线 就你们心里 如果能买到的话 就直接冲了 如果买不到的话 我吃过就等于你们吃过 好吧 嗯 好吃 二位故障 终于来到了芝麻汤圆决赛的现场 广州就叫了芝麻汤圆 从小吃到大的龙凤汤圆 桂冠的芝麻汤圆 好历来的芝麻汤圆 三拳的芝麻汤圆 五方斋的芝麻汤圆 另外两个不同色 决定他们两个之后 单独开个赛道 韩桃秉承着公平公正的原则 决定忙吃一波 准备相同的碗 还有几张纸 上面标注着名称 哎 没有胶水怎么办 哪是水 贴在这个碗的后面 对 咱比赛是认真的 虽然就经费有点不足 暗示一波 发现三拳的这个汤圆大很多 那贴不贴好像差不多 然后我没有碗了 我就把我妈这个泡沫碗的碗给倒出来 为了不搞混 我在锅里面控制着他们 你看看我锅里留下他们的定点位置 好大家好 我终于回来了 我知道你们什么都看不见 没关系 我先每个都尝一口 因为我这里已经打乱了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谁谁谁了 因为我放了一会儿 然后它这个有点凉了 有点像干吃汤圆的感觉 其实像吃的还蛮好吃的 这头两个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描述 你们知道吗 所以我就陷入了困惑 美食阿普煮的滑铁炉 是第三个 我觉得我不必要说点什么了 结果憋出了一句 其实这个跟前面两个 并没有差很多 非要讲的话 它那个坚果 还有那个芝麻的碎碎 颗粹感会比这两个 稍微强一点点 其实也还好吧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莫名的我很熟悉 就是这两个里面 有一个一定是龙凤 因为我吃了太多年了 就这两个里面 这里面有陈皮 不能相信我的嘴巴是 桂花金桀黑芝麻馅 我不得不说 它是这么多煮出来里面 样的最好看的 你看哇 特别正的一个圆 让我想到那个珍珠肉丸 其实我感觉这个形态 有点森相识 有点像我之前吃那个 肉汤圆的形态 这该不会是桂冠的 那个芝麻汤圆吧 它里面那个芝麻这个流沙 没有很黑 我说就是 它这个馅子是 现在那种甜感 虽然这些块黑芝麻 现在都是甜口的 但是其他的就是那种 纯香中带点甜 这个的话过于用 那个白砂糖去掉它了 到盲它就是桂冠的 而给我这么多年的吃过经验 如果还不是桂冠的 王哥很 你们就不要给我点赞了 别别别 开玩笑 开玩笑 我再看一下 我看一下 哎 真的是桂冠 好像这两个里面哪个是龙凤的 哦 这款是龙凤的 一款是广州的 这个是好利来的 哎 那竟然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这个还很贵的话 大家还是可以选择性不要买它 是五方斋的 最后一个最大的就是那个三泉铃 到底是大了吃的过瘾 一号嘉宾龙凤 二号广州酒家 我细细的尝一遍 这个龙凤还是要比广州酒家要好吃一点 个人认为 这里面的黑芝麻馅料非常的纯香 是香中带甜的 广州酒家这个黑芝麻馅料比较甜 比这个甜度要高多了 好利来的 它特色就是没有几颗白芝麻粒 比较丰富口感 但你也别说 虽然好利来做甜品做那么有名 但是它这个真的不是很甜 桂冠里面的质地是比较稀的 应该是最稀的一款 甜度和广州的不相上下 太美妙了 这个 但被我加热以后 它整个就扑出来了 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这个油你们看到吗 它被我加热以后就吸出来了 但我知道汤圆里面的芝麻馅 肯定是要获出油的 怎么说呢 如果有人受不了这种油腻的话 就慎重好吧 但我个人觉得还是很香的 其实我们家一直就盯着这个龙凤麦 就有一个这种固定的思想 因为之前不是采过很多汤圆的雷吗 那个汤圆皮特厚 然后就像死面疙瘩一样 这次一吃以后发现 好像大家的那个进步啊 都非常的明显 尤其后没有什么采雷的 看来咱得就跟上时代的潮流 这个额外的赛道也都是黑芝麻馅 只不过皮子不一样 一个小紫一个大黄 这个大黄米汤圆真的好火啊 我看到好多人在吃 刚压狗汤圆这个名字挺拗口的 然后它最后到 其实它是榴莲口味的 应该是前面那个赛道的 现在在于这种迟老参赛的情况 本菜园一律杜绝走后门行为 我们家还煮的那种酒酿小丸子 反正就是把汤圆从小到小一锅端了 好 最后三款汤圆完结洒花 又是塞不同的颜色 嗯 核桃 它其实已经 它黑芝麻味道已经不是很浓了 这一块的黑芝麻流心 还是比较优秀的哦 嗯 这蛮香的 怪不得好多人都吃这个大黄汤圆 确实还蛮不错的 哦 这个榴莲 我还没下的时候 就闻到它的榴莲味了 它这款虽然个头小 但是威力很大 但是有个问题 它的榴莲酱 是真的榴莲果肉还是调和的 反正这个味道特别像那种 熟的特别透的榴莲 一模一样的味道 希望对你们挑选诺基基 有到处 反正这一波我真的已经吃够了 我不知道我往后的余生 看能不能吃到这么多块汤圆 你们有更好吃的汤圆的话 我也会尝试的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拜拜再见 最后总结一下 如果只看口味的话 我会买这些 但如果再加上价钱的话 前两名真的是甩出后面好几条鸡